大家好 我是麦子轩的讲师 我叫马锡林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下13脚 就是串口的基础开发 然后我们讲串口的基础开发 我们先讲一下它的一个原理 它的原理的话 我们这里接的脚是那个 它的接收和发射 接的是D02脚和03脚 那么首先我们就把这两个脚配置为 外部设备模式 也就是串口模式 然后就是一些它的串口的一些 计存器是不是 串口计存器包括这几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详细的一个数据 首先它的引脚的话 就是通过PXcell脚 这个脚的话 就是第零类脚和第二类脚 每个脚输出为1 如果给它设为1的话 那么就是相应的把它设置成 那个外设模式 那么我们这里就是二三角 位1为1是不是 那么我就看一下二三角 要为1就是这个012三角 位1设置为外设模式 那么我们给它这个PXcell脚 就是给0C 那么你看我们程序写好了 我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那么就是外设计存器 就是串口0的AC的位置 0的往为P0位置 那么这里C就是刚才讲的 设置为输出的模式 然后就是0C 然后这里就这里的意思 P2D2的这个取法 对于C0 C0取法的话 就是设置它P0优先作为串口0 当然这里0C这里就是设为外设模式 那么我们设置完这个地方以后 我们就要设置那个串口 相应的串口 我们要看一下 相应的计存器不能凭空 随便设置 那么它的计存器在哪里呢 我们找一下它计存器 这里 有讲这些 那么串口那个CSR的话 就是一个控制与状态的计存器 UCR的话就是一个串口的控制 那么GCR就是它的通用控制 那么Buffer的话 就是它一个接收发送缓存嘛 然后Botally 这个就是Botally的意思嘛 就是串口对应的Botally 然后我们设置的时候 就要对应看这些每个位是干嘛的 然后把它设置成相应区域的东西 然后再进行把它设置成16进制的过去 或者二进制的都行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程序是怎么设的 首先就是设置为串口模式 CSR设置为串口模式 它后上一个080 我们看是多少 080的话是多少呢 你看一下 80嘛 那么就是 080就是 080就是 第0123 第三位是1嘛 我们就看一下 它后上第三个位 一个一个1 怎么样嘛 CSR的嘛 CSR 第三位后上1 那么就是 第一 1就是字节收到机偶错误 字节收到机偶错误 这个意思啊 你们看 080哦 080哦 搞错 我说 0808 80的话呢 第七位为1啊 第七位为1 第七位为1就是设置为串口模式 看没 第七位 第七个位数为它的第七位为1 就是串口模式 打开串口模式 那么它的在货上一个11是多少呢 11是那个十进制的11 是不是 我们就看成是什么 十进制的11 我们看是 这里的二进制是1011 是吧 1011是013位都是1 013位都是1 其他都是0 013位都是1 它是UCR的嘛 GCR的嘛 我们就看GCR的计存器嘛 GCR是干嘛的呢 我们这里 0到4 那么就是决定它的波特利嘛 这里就是设置波特利的值嘛 是不是 这是波特利嘛 然后再加上波特利这个地方 获胜它嘛 就选择了嘛 GCR 这里 波特利指数值嘛 波特利的指数值 然后下面的是buffer 这里的话 它是波特利设计 然后就获胜216 那么就 这次啊 他啊 这里 这里是216的话 就也是设定它 波特利小数部分的值嘛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第七 波特利的这个地方 小数部分的值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地方来设定 嗯 这两个就可以设定 相应的那个 波特利了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个 它的中段初始位为0 就是发射的中段嘛 这是串口 TX40的中段 然后把它中段标志 初始至为0 然后这里CSR再获上一个40 就是允许接收 看一下 CSR获上一个40 看一下寄存器 主要我们配置的时候 要看寄存器 40是多少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40 那么就是最高位也是 也是相当于串口模式嘛 它就是也是 那么设置能串口模式那种一样的 或者说 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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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设置就是这个 就是设置成允许接收模式 就是允许接收模式 它这里 嗯 在哪个位呢 这个地方 是吧 这个地方允许接收 是不是 因为你看嘛 40你看是多什么 0123456 刚好第6位1嘛 第6位为1 接收器使能 接收器使能以后 我们这里就是只能全部的中断 因为我们是通过接收中断方式的 所以这里就把全部的 什么它自己的中断 已经全取中断都打开 然后这里是一个 发射一个字符串 把字符串的长度 然后字符串的一个buff数组 然后放到这里 它就通过一个指针 就把它发送出去 这是发送指针 这个它定义这个 发送指针去发送 这个dota 然后这里就是中断接收 那么一有数据以后 就看就像刚才讲的 那个窜口的那个定时器一样的 也是什么什么东西的中断 然后就是什么中断 浮函数 那么浮函数就是 我这个中断的浮函数 只是把中断得到的数据 把中断buffer的数据 把它放到这个地方里面 是不是把它放到一个接收的buffer里面 那么它只是放到接收的buffer 一个buffer的一个字节里面 然后这个的话 每次中断 为什么它都清零呢 清零以后 方便下一次中断的到来 我进行检测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接收的话 我们就在主函数 v循环这里进行接收 接收 然后这里的接收的话 我们首先肯定要配置一些时钟 还有一些初始化 还是什么的 因为我们前几次没有配置时钟 因为是因为我们设置了时钟 是默认的 默认的话 它就会自动变成 就是二分屏变为16兆那种 然后我们这里是配置了的 所以就根据配置的情况来 那么这里就是串口初始化 这是一个串口的状态 就是首先是接收状态 然后这里是把那个数组给清零 接收的数组给清零 那么这里的话 就是每一次 如果是接收状态 然后我就 如果把 如果Rx嘛 那每次如果有中断来 这个数据就不会等零嘛 然后不等零 然后就接收 如果这个等于 不等警号 或者小于50 那么它就加加加加一字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边 它定的是一个50个字节 然后以警号为结尾的 所以又不等警号 又不等又小于50 那么就是代表数据没接收完吧 那就一直在接收呗 否则 如果它大于50 就代表溢出了 炒字节超过50了 溢出了 那么清零 然后没有 那么就是说 又又没有大50的 然后又有警号结尾呢 那么就代表接收 正确了 完成了 然后进入 就把它 它又把它这个 这个字 然后又把它发送出去 又把它发送出去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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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为发送状态 然后发送状态以后 我就 然后下面 至为发送状态了 那么我发送状态的话 我就进行一些相应的停止接收了嘛 如果我在这正在发送的话 我就不接收 就停止接收 然后就发送自乎串 发送自乎串 发完以后 再允许接收 然后再把它制作 接收状态 然后再清零这个宿主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实际情况 先编译一下 要用串口调试工具来看的 串口调试工具的话 我放在桌面 看一下 首先我们刚才弄的是串口试的 然后比如是我写的 my 然后再来一个警号结束 他就会返回这个 因为接到里面 嗯 接到里面的话 他已经那个了 嗯 我没有 我没有 不行 嗯 那叫串口 搞错了 啊 波特里设置 看是不是 因为我们刚才设置的是 115200的波特里 我们也把它设置成一样 如果你不加警号 你看就会错过了 看 就发不出来了 因为我们接收的时候 是判定你有结束码的 如果1567890 然后再加个警号 不作为结束他就会也会出来 这个 看 嗯 对 是不是 对吧 我这个 反正都可以这样 你如果你超过50个字节 你看一下 打了很多 超过50字节 了 他只显示其中的50个字节 出来 因为你超过50了 有没有246809050 超过了他也是显示这样 如果你超过了it 你又不加个结束的 看一下 就没有了 反正他就是 你默认是50个字节 然后他那个 警号的话 他必须要带 带起 因为我们是做警号 作为结束 所以如果你搞其他的话 他也搞不了 你看下个警号 你看下个警号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还可以用这里进行一个控制一个灯 我们看一下 首先控制灯 我们的写一个灯的那个程序嘛 我们就定义那个 就与我们第一次录课那个来来说吧 那个灯 我们第一次录的课 流水灯 我们把流水灯那个程序把它贴出来 那就是灯电量 orns 然后再进行灯电数至8 好 然后再把灯电数的话 那就加进去 原来是夹着左 这里面 这里 然后登得出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点亮 首先这里是清空数字 我们发射完以后 我们不清空 这里先不清空 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判断一下 if 我们有一个函数就是那个 叫什么函数呢 就是那个 字符串 在一个字符串里面查一个字符串 我们就给它 因为我们每次接收到数据都在这个 rx data里面 我们就每次在这里检测一个字符串 我们就每次检测字符串 看看有没有led on 我们把它订为led on 如果led on 不等于 那就是空吗 那么就是如果它不等于它 那么就是代表 我此时是开灯的指令 那么我就把灯点亮 灯的话是在哪里呢 我们刚才像这个 我就把它先点亮 ab off 我就把去全电 else 如果 如果他等off呢 那么就是关机的意思 off 那么他就是关的意思嘛 关的意思 我们就把它置为理解析了 等关了 诶,嗯,贴错了 这个关灯 这个strstr的投文件是在自负training的投文件里面 我们就把它要把它加进来 但是这里已经加进来 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没必要加了 然后他这个字幕上就是说 在这个buffer数组里面 在一个数字里面查询是不是有这个 如果有这个 然后就关灯 如果有这个就开灯 那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OK 你可以看一下 当然肯定那个警号要有了 然后off 再off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样演示哈 现在我刚才是打开 现在是把它关闭 现在我 你看我再把它打开 AED ON 因为我们检测到如果这个数字里面有LED ON 我们就把它灯打开嘛 你看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嘛 然后我们就打开 发送 就是打开 然后再来一个关闭 off嘛关闭嘛 然后off就关闭了 学习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自货串 比如一些也可以做什么 if if else if 如果这个自货串 等于什么 里面如果也有 有什么 AED MODE 模式一 然后你再执行相应的模式的 这个啊 变化的一些花样就可以了 这个程序就是这么开发了 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 接收到数据 然后再进行相应的 所以接收到数据相应的 处理 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可以去 客户可以做一个 比如AED模式 一模式一 你就做一个流水的码 一个点亮 然后第二个点亮 第三个点亮 第四个点亮 然后又一起灭 然后又重新点亮 然后做其他的花样都可以 然后主要是看你这个怎么 这个怎么去命名他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就是说做完最后要加一个警号 他就是结束符号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大家客户可以去练习一下 再见